9月27日德云团宗官微转发了一则采访烧饼曹贺阳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里烧饼透露了自己的新目标 表示不再想做德云社副总了 自己要做德云社管理财务的 要掌管德云社的财务大权 看到这儿不少网友纷纷为烧饼点赞 也表示烧饼终于看明白了 但是他好像又设立了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 在视频采访中 媒体询问了二位有没有为德云斗孝社第二季的录制做准备 听到这儿烧饼曹贺阳表示是有的 二人分别列举了自己报的班 听到烧饼的讲述 不少网友表示 你这是给烧卖报的还是给自己报的呢 什么奥数绘画等等都有 简直就是小孩子学的东西 而后这两位还来了个对口 一个说一个捧 烧饼表示自己交钱了 还没有去上课 而曹贺阳表示自己咨询了一下 还没有去学习 而在后面的采访中 烧饼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学习奥数 原因是不打算当副总 开始想做财务了 烧饼表示 做副总你不得有钱花吗 听到烧饼这样子 有网友表示 这是直接想卡死鸾云平 让他干着急 就是没有钱 看到烧饼这样子 有网友表示 这儿图爱图之争还能继续 不过真的不是副总职位了 完全可以转化成硬刚了 还记得在德云社龙字壳招生时 烧饼就曾隔空喊话师娘王慧 在30岁生日前 做出什么成绩 才能当上德云社副总 然而生日已经过去四个月 副总愿望迟迟没有实现 烧饼也只能换一个愿望 虽然没有当上副总 跟鸾云平平起平坐 但是德云社财务这个职位 却可以掌握德云社的财务大权 儿图爱图 这是要斗争到底呀 有网友表示 烧饼这个新目标挺好的 虽然不可企及 但可以鞭策着自己努力 争取早日实现 而且在德云斗效社第七期 烧饼终于回归了 再次登上了静岩舞台 经过这四期的冷板凳 估计烧饼也明白了很多 想必在第七期的静岩中 他的作品一定有新颖的地方 确实 本来就是自家的综艺 哪有什么输不起的呢 都是自己的师兄弟 多录一期 少录一期 有什么呢 看看鞭云平 张九南 上九夕 这几位的表现 咱们也要有个诗歌的样子不是 也希望在第七期中 烧饼能够好好表现 说到第七期 就不得不说个好消息 首先就是 德云斗效社第七期 将提前一天播出 至于原因 就是本周五是国庆节 要是放在那儿 收视率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提前一天播出 既能满足观众 又不影响收视率 而且第七期 德云社少班主将回归 看过下期预告的网友表示 郭德纲真是开心快乐 在节目中 带着郭麒麟 一起玩水上世界的项目 真是彰显了 他们父子之间的温情 至于德云社师兄弟 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